261 大公報 應徵求想將港人遷至北外1983年檔案解密建新成幫促經濟 2015年7月4日世界新潮 大公報信 據英國《每日郵報》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最新公開的一份英國政府檔案顯示 曾有英國官員在1983年就中英兩國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時 似乎考慮將當年550萬的香港人全部搬遷到北外爾蘭 不過 攝氏人員近日表示 這只是當年的一個環小 對媒體將其嚴肅對待感到震驚 這個其二的方案最初由英國雷丁大學的港師戴維斯提出 他當年警告稱 英國1997年把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 會使香港的550萬居民活有未來 外交部完全未當真按照戴維斯的設想 可將這些居民從新安頓在科爾·雷恩和倫敦德里之間的 馬吉利根半島 建立一個新城邦 這有可能從鎮停制北前的北外爾蘭經濟 2011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北外只有180萬人口 大維斯這份計劃最初發表於1983年 10月25日的貝爾法斯特新聞通訊報 隨後引起英國政府北外事務辦公室官員 《伏格森主義》 《伏格森》寫了一份被忘錄 說明該部門似乎完全未將其當真 斯諾克斯意冷冷地回覆說 我的初步反應是這個建議還是有用的 用處就在當那550萬名中國人抵達北外時 有可能使這類的本土居民放棄自己的祖國 都別處展望將來 倡議者只是還笑斯諾克斯意指出 英國北英低估這種半千方式的危險 他還表示 更糟的是這個方案有可能給英國和愛爾蘭 就福伊爾灣主權引起的糾紛帶來嚴重後果 在香港的華人基本上是漁民和從事海事活動的人 我肯定你會同意我的見解 即我們尚未確認我們對哪個海灣的主權 就把香港印安頓在福伊爾灣附近的地區實屬不明智 英國外交部的另一名官員當年則回應道 我終日心亂如麻 據調查 這份備忘錄似乎從未被提交給當年的部長及首相 如今已退休的戴維斯日前表示 當時發出的有關建議是更有幽默感的同事開玩笑 其本意並非要認真對待 他又說 可悲的是 現在已不可能再開這種幽默感了 外交部已喪失了幽默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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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